按摩鞋神虎亮出压箱底绝招 唐三如何应对 斗罗大陆年番第246集预告更新 按摩鞋神虎和唐三的精彩对决继续 为了给浩天锤附加魂环 唐三在星斗大森林猎杀魂兽 此时遇见了按摩鞋神虎 两大十万年魂兽天青牛马 泰坦巨猿联手都无法将其杀死 如今唐三遇到按摩鞋神虎 处境也是相当的危险 按摩鞋神虎拥有上古鞋神之力 唐三遇到的这头按摩鞋神虎 已经有六万年修为 即便是唐三引以为傲的海神之光 都能够被按摩鞋神虎抵挡 在与按摩鞋神虎对战的过程中 唐三手持天下第一器武魂号天锤 发动攻击却被震飞了出去 为了更快地奋出胜负 按摩鞋神虎亮出了自己的压箱底绝招 绝招名为生死竞技场 这是按摩鞋神虎最强技能 也是耗能最大的一项技能 通过生死竞技场 可以强行将双方返老还童 直到一方死亡才能离开 按摩鞋神虎这个老六 本以为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 使用生死竞技场可以扭转局面 击杀唐三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即便是童年时期的唐三 也足够的强悍 唐三两世为人 来到斗罗大陆的时候 他还有前世的记忆 不仅按照记忆制作出了唐门暗器 而且玄天宫的修炼 也是丝毫没有懈怠 如今按摩鞋神虎 强行发动生死竞技场 虽然让唐三手中的浩天锤 失去了魂环 魂力和精神力也退化到儿童时期 但是他依旧还有唐门的暗器 按摩鞋神虎本 以为逆天神迹生死竞技场 可以完全压制唐三 但是唐三即便没有神器 却依旧有唐门暗器可以用 凭借主角光环 和唐门机阔类暗器诸葛神虎 唐三最终击杀按摩鞋神虎 获得了胜利